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水深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水深他是一个sat 当假如水深很大的时候 其实各位 他在长期下会造成的是身体的一个不好 什么叫做水深 第一个 你家的鱼缸 你家的鱼缸 假如说是在蒸发了 那水 假如他蒸发了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因为里面的水会循环 一循环的时候水掉到那个水面 那一个深响 那个就会造成怎样 人的身体不适 第二个那是什么 水龙头 水龙头来讲的话 他会这样子滴滴滴的时候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 当然声音特别大声的时候 他会在你睡觉的时候 会更是会让你身体会不好 最简单的一个就是 前一阵子不是南部都在下雨吗 下了十几天 各位也知道 每个人只要一早起来 看到又是雨 就心情很不好 下雨当然就雨怎样 就是那个水深 你烦都烦死了 所以说各位 这个就是所谓的水深 这就是所谓的水深 用最近的下雨天让你很烦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水深 他是有这种的煞的一种特质 各位就知道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期留言再见 拜拜